LAYO 聊世紀 天天弄個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亞美尼亞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10點鐘方向的Viper 選擇到了亞美尼亞人 亞美尼亞人是比較偏濃的文明 他的拔木技術跟挖金挖石 每點一次都會增加40%的效率 所以他經濟是很好的一個文明 亞美尼亞人他的步兵路線是比較厲害的 有劍兵勇士點下金罐之後 可以變成白血劍勇 但是他的寶兵是攻兵路線 雖然有三級射三級防 但是並沒有拇指環 所以這一點在用亞美尼亞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對射的時候很容易對輸 亞美尼亞人他的後期也可以轉出騎士 但騎士部分沒有大落馬也沒有三級馬海 用法比較像是拖籃的落馬的感覺 騷擾為主跟是反制戰毛兵之類的 可以考慮使用一下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大約出身點位7點鐘方向的 是我的天空熊 天空熊這邊選得到的文明是日本人 那日本人是步兵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他開始的模仿跟採礦的地 還有伐木場都是半價只要50木頭而已 前期至少可以省下大概150木頭 這個經濟效益是非常好 甚至這個效果讓他很適合打棒棒開局 日本人他的步兵攻擊速度之快 所以前期的裝甲或是棒棒騷擾都有一定的效果在 日本人後期比較適合打馬攻路線 有流滴馬 這個馬攻對步攻兵加2點的傷害 日本人後期馬跟亞美尼亞是一樣的 都是沒有三防沒有大落馬 只有中裝騎士的 簡單來說這場比賽是步兵對決 而且都是步兵加上攻兵的對決 比較不一樣地方是日本人是馬攻路線 亞美尼亞人是步攻兵路線的 這場比賽天空熊遇到了MIPER 目前MIPER被大家認為是世界第二 被進紅牛杯呢 VIPER也是拿到了亞軍 冠軍依舊是HERA 但是在我心目中的VIPER依舊還是世界冠軍等級的玩家 紅牛杯應該也可以證明 可以打到這種程度的已經很難了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VIPER這邊是16P 虛暗按倒18P 那天空熊果不其然 打了這個棒棒開局 雙棒棒開 OK 還是要3棒棒呢 3棒棒轉裝甲2棒棒加弱馬騷擾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天空熊尷尬了 他根本沒有偵查到VIPER的位置 一出門直接沒探到2了 OK 那現在棒棒出來 現在VIPER應該是比較好過一點 因為棒棒這個東西你一旦第一時間沒有偵查到的時候 你的騷擾的效果跟這個成功率就會降低很多 好 這邊稍微圍一下 支援點圍好 尻了一下這個木牆 敲一下 OK 圍好之後再低調 這個什麼意思呢 欸 對看一下 欸 決定還是要秀一下 哇 天空熊這一波被稍微秀到了一下 那還好 那天空熊這裡是沒有打算要去挖金礦轉裝甲的喔 所以這邊很有可能直接是棒棒轉肉馬 或者是轉毛兵 會比較 有機會看到 好 但是天空熊這裡是直接 點一下封建時代之後 把家裡給圍死 不交流 甚至連肉馬都不出 就是一個棒棒騷擾黑跳城 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個 C地果 這個路線有很多分支路線的 哇 MIP這個手術也太扯了 這怎麼圍起來的 越看越不可思議 MIP的手術 依舊是很迷的阿 好 天空熊家裡圍家 先按槍兵先擋下 現在棒棒追著 被追著打 落馬三隻一直追 想要進來 應該是 有困難 槍兵過來反擊 甚至棒棒已經殘血了 基本上不太能打 OK 看到四箭長 那天空熊就要小心囉 這邊如果不轉毛兵的話 很容易被射穿 因為肉馬加弓兵 是犀利果封建時代最強的打法 好 MIP會用這隻殘血的村民 直接換掉兩隻棒棒 終於搞定了 好 家裡果不其然轉出了毛兵來 有毛兵就能擋住 而且待會這個毛兵先擋一下 待會可以轉弓兵 或是轉馬弓 都很OK的 沒有意外的話 天空熊這邊可能是要轉弓兵了 因為雙射箭長封建時代 先下的話 不太可能雙射箭長全按這個毛兵 只有這個敗彈體會比較會這樣打 或是立陶宛這種毛兵阿 或是WP圖 這種文明才會去打槍矛前壓防守 現在前期的部分 天空熊是轉了弓兵之後 沒有打算要轉馬 這個馬座沒有補 這裡戳一下 把洛瑪的血量戳到有點殘 但是WP的三隻弓兵 直接射穿了天空熊的所有的弓兵單位 這一波天空熊要在家裡囤一下弓兵了 不能再先出去了 如果這邊有轉馬的話 這邊壓制力會很夠 但是如果轉馬的話 就意味著城堡時代會上得更慢一點 而且家裡自己都圍死了 所以不轉馬 反而是比較好的一件事情 才不會升到風劇時代升太慢 風劇時代打贏 也不一定能繼續延續自己的攻勢來 OK 那現在白盆跟天空熊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天空熊這邊的地圖目前看起來還不錯 是一個不錯的小天圖 這裡都可以很好圍 家裡大圍起來都OK 比較致命的問題是 這個石頭在前面 如果被壓寶壓在臉上 就會斷死 另外一塊石頭在後面 如果能偷偷到後面挖石頭就還好 但對於日本人來說 不會有挖石頭的需求 除了到地龍時代以外 在城堡時代也不會第一時間 想要把城堡挖出來 原日本武士在城堡時代不太能用 好 那這裡稍微微一下 OK 現在天空熊點下了一級射 VIPER開始進攻 嘗試打破這個防線 天空熊這邊的攻兵數量 OK 來到六隻稍微擋一下 看一下這邊細節 VIPER好像有點動真格 對射一下 拉走 往回拉 再往回拉 這不能打 這個打下去VIPER會輸 原天空熊的散開範圍更廣 這個攻兵的射擊 會更有優勢一點 如果全部聚在一起的話 很容易會有異傷的問題 而且傷害也沒有辦法打得很穩定 好 天空熊這邊點下戰毛兵 跟二級射奴兵 正常的攻兵開局 馬弓這裡沒有辦法點 因為封建時代沒有投資馬就 所以先投資馬弓會有點危險 這波要是擋不住可能就會炸 先補了一個大學 先補了一個大學 而不是工程器製造所嗎 天空熊這裡很危險喔 兩個射箭場被壓制住 這裡工兵數量不能被打輸 VIPER的數量是明顯有優勢的 12隻的工兵 天空熊這邊 成功比特了VIPER 其實並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VIPER可能也不想要損失這坨工兵 怕對手 天空熊可能會有投車或是奴炮之類的 那現在這個META來說 轉出奴炮防守 是一個很好的前期的選項了 再也不是投實車 是唯一選了 那奴炮有點就是價格便宜啊 稍微轉出來 稍微守一下 繼續偷經濟 是更好啊 天空熊家裡圍得非常的扎實 只有後面這個洞還沒有圍好 好 現在工兵繼續殘 終於兩邊工兵稍微平衡了一下 但是亞美尼亞人 VIPER已經點出了更多的戰毛兵 這一波對射 VIPER會贏 天空熊要小心 這一波毛兵數量夠多 天空熊努力在點工兵 工兵全點光 這裡有細節 好受不了 先點了一台奴炮 OK 好 奴炮這邊點一點 天空熊這裡扛不住了 這個毛病數量真的太多了 左邊收村 沒有彈道學嗎 有 有彈道學危險了 彈道學打村民也很痛 一村 沒有拿下 天空熊這一波收村收得好 但是村民樹已經被拉開了 剛右邊這邊被抓了五村 現在是48對44 天空熊稍微劣勢狀態 好像不是稍微了 被抓六村了 而且天空熊這裡還沒有開城鎮中心 反而是VIPER3TC開農上去了 這邊可以看到 天空熊經濟已經落後了VIPER1000資源 但是亞美尼亞的經濟 是到了城堡賽真的好 二級伐木的效果 非常快速 伐木之快的文明 好 這個奴炮現在防守真的很好 但是VIPER一直在秀奴炮 用抖洞躲掉奴炮的傷害 然後再用戰毛兵去拖更多的村民 這個奴炮打不到阿 太秀了吧 太扯了 又抓了好多村 十二村 好 兩台奴炮火力交叉應該就躲不掉了吧 還在秀 VIPER還在秀 真的是秀爽咩 再秀下去家裡田能夠傻嗎 好像不太能傻喔 還在秀 現在木頭有點爆炸 OKOK 走過來不秀了不秀了 沒有這個手術了喔 太忙了太忙了 好 中間的奴兵全部被奴炮給吃光 VIPER也轉出了奴炮前壓 直接軌轉工程器 奴炮修道院 強化教堂 僧侶防守騎士來拆 但是天空熊只要轉頭車 就能打得贏 戰毛兵現在是奴炮互相串燒 拉兩隻村民過來修理 好但是這個戰毛兵又過來又抓了一村 臨死之前又抓了兩村 天空熊被抓了14村了 那62村打上42村 天空熊落後20隻的村民 但是天空熊還沒有放上去喔 這場比賽 天空熊是日本人 對上VIPER的亞美尼亞 其實並不會太劣勢喔 亞美尼亞人的工程器是非常弱的 沒有大衝車沒有重頭奴炮的話 也沒有這個工程工程師 後勤的日本人 則是有工程工程師的 對打奴炮的話還是有優勢 而且巨型投石機的攻擊速度又更快 以工程方面來看喔 亞美尼亞人是非常落後的喔 那日本人這邊是非常強勢的喔 那如果天空熊有機會打出一波 強力壓制的話 那就有機會喔 拿下VIPER阿 但是VIPER不是那麼容易拿下的 但是我覺得VIPER這把已經開始在耍稿了 三個BK 工程器製造所 繼續稿 繼續稿 好現在奴炮的數量有五台 先打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需要花一點時間 好存名拉過來 串一下 好再串 存掉一隻 好現在奴炮加頭車繼續輸出 好點掉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這裡強化教堂要小心喔 這裡面的生物全部都放過來 要是這生物被打噴出來 VIPER會有危險 好 雖然天空熊轉頭車了 但是VIPER沒有打算要轉投石車 欸這就 奇妙了 VIPER可能覺得自己優勢很大 確實也是如此 領先的快要30村了 開始用奴炮在耍稿 一直在用奴炮串燒當中 好 但是頭車也確實把這個強化教堂打到殘血了 亞美尼亞人VIPER沒有打算要轉救贖思想 科技路線沒有打算要來反制工程器 天空熊順利的三生物打噴出來 好這個強化教堂被打掉之後 VIPER在左邊有新的攻勢 這裏想要修城鎮中心的村民有點修不太回來了 哇繼續串繼續串 現在城鎮中心要爆了頭車拉過來 一拍三有機會 一台兩台哇直接拍了三台 一台是射掉的啊 OK再一台 頭車壓制奴炮就是這麽的舒服 好想要稍微反制一下投石車 等時奴炮打頭石車會打到頭破血流的喔 人家是一拍一個 你要大概射個六下左右才有可能串的掉 而且又有村民在修 基本上不太可能修的回來 除非拉更多村民過來 這意味著會串的更多 好但是現在天空熊在這面的位置也開始反擊回去了 頭石車開始瘋狂砸奴炮 OK成功的打了回去了 MIPER真的是開稿玩過頭 五個工程器製造所 現在被找掉了一個 OK三台倫庫繼續串 天空熊有機會了 我覺得MIPER在給天空熊機會 這個機會給的很大 但是這個TC差一點被拿下 很可惜沒有第一時間拿下來 殘血的村民拿一拿 這個TC看起來是守不住了 好等正面 天空熊也射進去了 風兵開始瘋狂亂射村民 裡面補了更多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VIPER並沒有放棄奴炮路線 而是繼續狂蓋BK出奴炮 但是家裡已經BBQ 怎麼辦怎麼辦 這一波開稿 天空熊有了很大的機會 好這裡戰鬥祭司 走出來 吊扁對方的僧侶 有機會嗎應該是沒辦法 完蛋了四個聖物 還頒給天空熊 這是故意的吧 這個聖物怎麼是頒給天空熊的感覺 還在你家門口放下來 這個MIPER有點玩過頭了嗎 好現在經濟有點平衡了 天空熊現在優勢很大了 軍事上完全壓制 但是VIPER現在 頭石車不出還是在按奴炮 就是只打奴炮 還是他是要重現一下新手們玩奴炮的畫面呢 只用奴炮要怎麼打贏對手 有可能想要示範一下 看來是有點困難 只要對面出頭石車奴炮基本上沒得搞 但是VIPER會不會秀出更多的操作呢 好奴炮喔 只有一台在後面要被射掉了 來不及修 VIPER在後面 的村民開始被射 農田村民室越來越少 天空熊的村民室開始拉近 OK 奴炮還在竄 頭石車 頭石車這裡 OK 換掉了 還在按奴炮 到底蓋了幾個工程器製造所 至少快要來到10個了吧 7個工程器製造所 這個到底是在打什麼 我有點看不太懂 感覺這一把不能用正常的解說來解釋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正是在天梯開稿 只能說世界頂級的玩家對於天梯的分數 真是不是很在意啊 叫他們來說天梯只是一個 娛樂場所 或者是練招式的地方 開稿 練這種開稿招式 但這個開稿看起來 壓制機是明顯不足的 雄雄 最後還是 展出了馬風 VIPER則是展出了頭石車 受不了了 開始分數被反超了 OK MIPER是不是小看了天空熊呢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天空熊這裡是有機會 反殺成功了 剛剛落後30村 現在只落後了大約 20村左右 23村左右 所以現在要打贏的話 應該是還有機會的 天空熊 天空熊這裡馬風出來 亞美尼亞人 經濟 沒有很好 但是至少還是比天空熊好一點 村民樹贏 二級農田還沒有點 手推車也沒點 現在經濟已經來到了112村 村民樹有過多 4T4開農 右邊補了一個城堡 現在外圍的建築物 一一的被慢慢拆掉 左邊 打了一些村民過來 這次想用幹嘛 蓋城堡嗎 還是 來造野金礦 而來打野 吃鹿肉 VIPER這邊轉出了複合弓箭手 那生女科技的部分 並沒有點 天空熊反而是點出了救贖思想 想用生女去反制VIPER投石車跟弩炮 好 但是投石車從左邊慢慢逼近 VIPER 家裡防守 上一人挖機 有點卡爛 好 熊熊開始往前補城堡了 好 馬弓現在出到了3隻 還沒有點下品種跟跟蹤技術 現在跑速有點慢了 看到轉複合弓 馬弓可以繼續按 馬就要補一下 補一下科技才行 現在兩邊都是在一個開農階段 天空熊這邊落後 村民術只剩下 還差30吋 結果村民術 還是越來越大 並且4TC農 跟雙TC農 跟3TC農 速度還是有差 這個弩炮 稍微串一下 繼續串 拿下 頭車 OK 三台弩炮換一台投石車 村民直接拉過來打 居然 MIPER這個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 我第一次 拍 這種開稿影片 拍到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也不是要刻意拍這場 想說MIPER跟天空熊打了一個小時 應該是很精彩 結果MIPER怎麼開稿起來了 好 果然MIPER還是享受遊戲的人 享受遊戲的人 並沒有被遊戲 OK 享受遊戲 但是能夠享受到嗎 天空熊投石車很多 好 畫面開始補了一堆房子 前面的房子被拆太多 好 一個騎士過來 來 鐵鏡 好 騎士開始輸出 好 複合弓過來 天空熊能夠拍到嗎 拍到了一隻 頭車沒被換掉 換了一台投石車 感覺MIPER開始認真了喔 再換一台嗎 平時之前拍一下 可以 又換掉了一個 哇靠 頭車怎麼換光了 五台投石車 MIPER只靠了一台投石車 跟一隻騎士 跟少量的複合弓 全部吃光 這就是世界冠軍等級的實力嗎 這個操作 怎麼有看沒有懂啊 天空熊被換的有點突然 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啊 沒有想到 天空熊這一波投車被換光之後 還在繼續按投石車 繼續防守 但是巨型投石機已經開始了 封城了 好 天空熊這裡要轉馬功的話 平手 記得點 快點一下 這裡要小心 被收掉了一隻複合弓 上面開始補均勻了 這些均勻 待會就可以轉出白血劍勇 待會就可以看到白血劍勇 對上日本武士嗎 好 究竟是血量的優勢 還是攻速優勢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啊 MIPER這邊點下了白血劍勇 升級路線 攻兵直接被拍扁 投車打攻兵依舊好用 好 有怕血了 現在這個奴炮到地龍時代 沒得用了 沒得用了 現在三級射跟手推車 點下了 後方這裡要收村 OK 收進去 兩個 巨型投資機 沒有被拆掉 應該還行 馬功來了 但是 VIPER打的是白血劍勇 不轉戰毛兵反制馬功的話 會有點被動哦 好 裸車想逃 應該是逃不掉 好 雙手劍兵點下了 天空熊現在化學 三級的弓兵鎧甲 也點了 現在馬功 不太敢走進去 不知道裡面 谷裡是賣什麼藥 好 這裡偷抓一下 MIPER的村民 好 點下了安息人戰術 還有這個耕種技術 天空熊 繼續按馬功 VIPER則是把劍兵勇士 準備升級上去了 好 這裡可以升級劍勇 但金罐還點不下去 需要550肉跟400黃金啊 戰爭快應該就有了 好 直接手點巨頭嗎 這裡有點小心哦 巨型投資機 要修回來有點困難 好 直接架起來 來 增加防禦力 這 很明顯 LIPER是在玩啊 還在玩還在玩 LIPER是烏戴克阿說 嗚嗚嗚嗚嗚嗚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我白血進我快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好 劍兵勇士升級上去 金罐升級很快 好 弩炮串燒 劍油往前頂 好 換了幾台奴炮 雅龍熊點下了一弓 轉出了火槍 日本人是有火槍的文明 現在劍有一點置物太到 馬功優勢 然後架起來 但沒機會 右邊也轉了工程器製造所 轉出了重型奴炮 好 雅兵雅的工程烈士 展現出來了 沒有工程工程師 這個奴炮射程非常的短 好 直接高達第一 換了四台奴 現在劍油往前 火槍來了 天空熊全部走了遠程部隊 馬功配火槍 好 但是白血劍油有點彈 被砍倒兩隻火槍 左邊投機車被換掉了一台 第二台被拿下 第三台也要被砍掉 白血劍油 致命壓制力非常強大 天空熊這一波三台巨頭反制 但是沒有點... 欸 有點下金罐嗎 喔 有 這樣攻擊速度是領先的 好 村民有在修理 但是白血劍油沒有辦法處理 火槍數量有點少 白血劍油開始排山倒海的往前送 天空熊這一波 可能要被一波帶走了 白血劍油暫時夾不住 除非天空熊也要自己出一些近戰 出一些日本武士在前面坦 才有可能坦得住 不然這個白血劍油一直往前 好 我們再來馬功數量 可能還要再續一些 但是火槍傷害還是比較高 重點是後面的重型奴炮 重型奴炮來了 重型奴炮來了 把生物打出來 五個生物被VIPER給拿了回去了 結束手尷尬了 黃金有點間諜 轉了一些肉碼 想要當坦 順便去解工程器 但這個白血劍油 似乎不是可以靠肉碼 就可以解決個事前 單不轉肉碼 更沒有機會 真的需要一些坦克坦在前面才行 火槍趕快輸出 VIPER三攻點下 劍油往左邊走 看到城堡了 前面兩根城堡防守 往前看 裡面有馬弓 而且馬弓鞋量已經殘掉了 城堡補下 開始把城堡往內補 天空手 經濟 開始炸裂 農田一直被控 這時候嘗試用肉碼去走多線嗎 城堡直接攔住了 好 正面弩炮 21台 VIPER出名室有144吋 按了一些復活弓 好 肉麻加莉莎老 剛好VIPER有點卡人口 好 繼續往前補巨頭 很危險的巨型托斯基 只剩下兩個台 巨型托斯基 直接被上面肉麻開始貼近 見面我是剛剛在發呆 完蛋了 被換掉了一台 重球現在有機會了 但這個肉麻交換比 似乎不是那麼的划算 好 巨型托斯基工程 砸掉了這台巨型托斯基 日本的巨頭攻擊速度就是快 好 後面的火槍開始拉打 這邊巨頭 拆掉了右邊的城市中心 城堡現在還有兩座 用巨頭直接砸 弩炮 這個想法非常好 就該這樣做 直接砸了4台弩炮 還是5台 那現在巨型托斯基 現在又有這個拆裝速度優勢 可以直接把巨型托斯基當弓兵用了 傷害比較高的弓兵 傷害來到200點 這個拿來砸單位 只要能砸得到 也不是問題 天空熊現在村民樹 還是稍微落後 但現在不是村民樹的問題 但是問題要怎麼打得以 MIPER這些白血劍勇 還有這些奴炮 感覺用巨型托斯基當作主力 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但是白血劍勇一旦貼上來 要怎麼守得住這些巨頭 是一大問題 只能打了就跑 打了就跑 反正我拆裝快 打帶跑 天空熊點了巢藥治療 要讓這些馬公補一下血量嗎 好這個城堡修不起來 天空熊裝瓦技術補了 但也是來不及 後面重新補了一個市集 所以食物跟木頭 對於賣到了沒什麼黃金 VIPER的黃金數量眼睛不見底 感覺VIPER沒有想要繼續拖了 但天空熊 極力防守 47隻白血劍勇 這個數量有點噁心 好用武炮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要是這個城堡也被拿下 天空熊就危險了 但天空熊一定要把巨型投石機架起來 不然沒機會 OK架起來了 架起來就是VIPER要衝鋒的時機 只要把巨頭全部拿下 天空熊可能就要投降了 這裡馬公串了一發 第二發想要串 後面的巨型投石機沒人修 但是見面有事已經開始砍爆的巨型投石機 全部拿下完全修不起來 後面還有三台巨頭還在攻城 直接把城堡砸了出來 裡面的村民只能被巨頭開始爆砍 後面的奴炮還在輸出 繼續攻擊後面這一坨的馬公 天空熊最後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一波帶走 這個細節VIPER做的還是很好 天空熊這邊有點尷尬 日本武士出來也沒意義 轉劍兵也固定打得贏 因為後面還有這麼多奴炮 而且日本人最大問題就是沒有火炮 要是有火炮的話 VIPER可能就會比較難打了 但不管怎麼說 這場比賽前期VIPER真的是耍稿耍起來 7個至少蓋了10個工程器製造所有了吧 狂造奴炮這個打法相當是 算有趣嗎 不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VIPER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天空熊這邊黃金有鋅 鋅鋅五勝物 一直都在天空熊這裡 只有稍微少贏一點 但是食物跟木材都是落後大概1萬多的支援量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收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